大家好,我是林芝芸醫師 大家是不是有怎麼剪也剪不掉的墜肉呢? 我們今天來討論抽脂手術 現在有很多非手術的抽脂方式 其實非手術也是利用不管是雷射或是冷凍 超音波做脂肪細胞的破壞 所以跟手術的效果其實是類似的 但是它可以減脂的程度比手術來的少 抽脂手術從20世紀初期開始發展 到現在為止可以在傳統的抽脂管上 增加很多的新的技術 比如說增加動力,減少醫生的費力 另外也可以在抽脂管的前端增加超音波 雷射或者是水刀 這樣子的話破壞脂肪的效果更好 所以抽出的脂肪可以更多 不同的抽脂手術它的目標都是 破壞脂肪細胞將它移除 減少我們局部脂肪堆積的量 所以長期而言它的效果是類似的 我們整形外科的教科書開宗明義就有說 抽脂不是減肥的手段 那減肥還是要靠結實適量的運動 當我們減到一定體重以後 我們的身體堆積的脂肪無法去除的時候 才靠抽脂來減少局部脂肪的堆積 一般手術的副作用包括手術本身的 還有外觀改善的不良 那美觀的部分抽脂最常見的就是 抽的不夠多或抽的不夠平均 導致皮膚凹凸 有可能要再次手術修改 那如果是醫療本身的話 抽脂有可能造成一般手術常見的出血感染 局部水腫液體堆積 那最嚴重的是大量抽脂以後 可能會增加血栓的風險 所以一般我們抽脂會建議不要超過 3000到5000CC的脂肪 但是如果操作不當 有時候抽掉太多淺層的脂肪 還是有可能造成局部更凹凸 或是皮膚更鬆弛 所以這個部分要有賴專業醫師的評估 另外的話抽脂術後 會建議局部加壓 比如說穿術衣、術褲 那傷口加壓以後 會增加傷口癒合的能力 這樣子也會比較快復原 抽脂以後負胖是脂肪細胞體積變大 但是它的數量不會增加 那如果負胖以後 反而是其他部位的脂肪也會跟著增加 所以局部不會負胖的那麼明顯 而是其他部位或甚至內臟脂肪 抽脂算是一個比較大的手術 所以手術有風險的人不建議 譬如說有系統性的疾病 糖尿病、高血壓或凝血異常 那另外過度肥胖的人 定義上BMI大於30 或是超過理想體重30%的人也不建議 會建議先減肥以後 讓身體狀況比較穩定再來抽脂 那最後就是對身體形象沒有明確要求 不知道自己要怎麼改善的人 也會建議先確定目標以後 再和醫生討論要抽脂 三址 相 rés股 肌肉 相反 相反 相關 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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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